天天天南,主持,謝二芳,宋景輝,錢建榮,張三 剛才說過民進黨的招數,目前除了放在留言之外 暫時都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招數出來 他不斷的,等於他和鄭藍營那單位就拉在一起 吹兩吹就沒有影 以民進黨的一些這樣的手段,在高雄贏幾屆都是出一些比較骯髒的手段 今次在新北市的選舉裡面會不會再發生呢?就是未知之數 色綠二代,一定會陸續有了 我們一直都說民進黨是一個選舉專家 是一個選舉專家,所以香港的蛤仔珍珠專家去看選舉 去看中了他們,就是民進黨的毒,中毒太深了 但是就不懂得在香港表現出來 所以香港也有很多所謂叫做鬼言鬼語 這個社運界裡面 那麼民進黨呢 你也都看回台灣的媒體裡面 現在 藍營還有多少個媒體啊? 沒有啊大哥 根本就沒有 那麼你起碼 起碼我們經常都說 有紅營體 紅的傳媒就有了 紅的傳媒 紅的傳媒也會幫助藍的 這樣才麻煩 月光是衰,G的隊友 比如說中天、中時這些就是紅營的 那他又會幫你藍營 那你真的催他不像 但是你又 就是說他幫你 你又不可以讓他幫 那些人幫不了 那起碼我們說了三文治 他起碼手上有三把利刀 那你又要 你所謂中天、中時 你還要求別人 人家未必幫你 還有他本身是紅營的 所以你一定是陸續有禮 拭目以待 那我剛才說了 武雞帶這個小雞 那就是找個大的 就是聲勢大一點的 人氣旺一點的 那帶著一些新人 或者其他 那這個大後有兒 這隻武雞都幾大 去選新北市市長 居然現在去到隔離 台北市議員的候選人 參選人 都要找他幫忙 就是拍照啊 就是站台 所以這個武雞帶小雞的理論就是這樣 因為一個 等於上一屆 輸得這麼淒涼 亦都因為這隻武雞就是來 就是連勝雲 因為他的形象 已經被人醜化到這樣 就令到其他的市 其他的市 不敢賣身 跟著輸 有些是因為他影響 你不要說 你要去選 這個真的不關連勝雲 是貴黨的同志問題 那是一個人的形象出現 等於馬生 現在這一期馬生的氣勢 又回來了 大家都跟他拍照 爭著買T恤 是嗎 他人氣回來了 但是某一段時間 某一段時間 有某一段時間 大家看到他就兜了走 所以 那些网額都不敢掛出 我們看看 在這次九合選舉裡面 會不會馬英九 就是 就是 老馬 老馬回 一定 這些跑行程 你給我這麼說 以馬英九的性格 他又不會出來跟你拍照 但是他又不會拒絕你 他不會拒絕你 但是他不會主動 我人氣高 有一天 你們所有要選的人 過來跟我拍照 他不會做這些 就是 就是 黨的 這些 馬英九的性格 就是 就是這樣 如果我又人氣這麼高 我叫全世界來 我找兩天 我去哪裡 大家跟我拍照 沒問題 但是如果路經 所以路經 那些拍照一定 那是文准和拍照也可以 那這個就沒問題 根據過往的選舉 他都會趴趴走的 他會不會站台 會不會和候選人站台 就是以他現在這麼超高人氣的馬先生 好了 這個我們就說 第二件事 前兩天 就是兩三天前 這個張三最熟 卡館他都喜歡說的 因為卡館都說了很多了 卡館 這個題目就交給你說了 其實呢 之前好像你講 之前講那麼多了 你還叫我馬上馬上馬上 因為 因為已經辭職了 卡館那個駐國旗已經辭職了 即是來到今天這個時刻 要說明一下 所以辭職並不是後任校長 管中文是辭職的 是教育部長 潘文忠辭職 他辭職了 賴公德院長 賴清德 就說 潘部長 就是家事文台 家務 請辭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潘文忠 就這樣 潘文忠的請辭信 又不是這麼寫的 他請辭信 在Facebook也不是這麼寫的 另外一個請辭的 一個是公開聲明 就說什麼呢 台大校長這件事 其實我教育部是做得對的 我依法行事的 但是現在外面這麼大迴響 這麼大反應 叫我怎麼做下去 我就堅持我是對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社會這麼大的聲音 即是說你們各個針對我 我現在走了 這件事 仍然是我覺得我做得沒錯的 卡住這個管中文 去做這個台大校長 我是沒有錯的 但是大家現在針對我 就不針 就不跟我說這個 法律 不是說我依法 而是針對我這個人 怎麼不可以做 就這樣 就這樣 那其實在這個 管中文這個 這個事件上面 簡單說一次 就是 在1月初的時候 台大校長 聯選委員會 就選一個新校長 選出了管中文 但是選出之後 將這個文件 就送去教部 教部一次次 就不肯簽這個 拼任書給管中文 那麼 在這個 國立大學的大法裡面 這個大校長選出來之後 就需要由這個教育部 拼任的 拼任的 所以 所以 形成了 你講到這裡 我要先有個分別 給別人知道 國立的大學 輪選委員會選出來的校長 就通報給教育部 教育部就得知這件事之後 就拼任制 如果施立大學 就是董事長就搞定了 施立大學 不是 施立大學 選出來之後 就要告訴教育部 教育部審查之後 就拼任制 沒有審查的 施立就有審查的 施立大學 譬如你什麼成功大學 那些 國立的 文化 文化大學 你選了一個校長出來 告訴我 教育部審查一下 這個人是否適合 然後我再拼任 施立大學 施立大學就不是由教部拼任的 董事會拼任的 教育部仍然有關卡 要審查 審查之後 他還有拼任制 其實差不多 兩個大學 國立和施立大學 是差不多的文字 只不過施立大學有審查 這兩個字 國立大學沒有的 所以國立大學 輪選員的校長 只是告訴你教育部 教育部 根據你選出來的人 就拼任制 這個像什麼呢 簡單點說 等於我出來選舉 我選完之後 就告訴你 告訴你 中央選舉委員會知道 喂 謝義方當選什麼什麼 他的票數夠了 那你就不會去質疑他 哇 你選舉的時候有沒有 有沒有作弊 有沒有賄選 他不理這些 那就說 我們公佈 謝義方當選什麼什麼 好了 當選了之後 然後有人檢舉謝義方 哇 這個人又去賄選 又去給錢 又收買 又找黑社會客人 我就告他 但是他這個位 在未成案之前 他仍然是這個位的人 管中文 我們一樣可以這樣視之 但是現在不是 教育部就說 還有很多問題 我們未釐清 所以不聽任事外 這件事 教育部所謂 很多問題未釐清 只不過說 譬如 現在我們 做了一個 道德委員會 宋主委 做會長 然後 隔壁 鄭公姐好像說 喂 這個人 昨天 在波蘭街走過 走過 我懷疑他在那裡叫雞 然後 那邊 有一個老人家 又說 哎呀 宋主委 昨天 就 過馬路 去看阿婆 好了 這樣 不好意思 宋主委 你出來解釋一下 那個問題 那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你有理數不清的 是的 現在最大問題是 所有的綠色媒體 去找 去找 或者有的沒有的 去作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作出來之後 就登了報紙 在媒體上講完之後 教育部就根據這些資料 就要問當事人 喂 是不是真的呀 外面有人這樣講你 說你 喂 抄襲論文 這些是真的呀 剛才我不是講舉例 這些是真的 喂 有人說你抄襲論文 那經過分條件之後 沒有呀 沒有呀 那又找到第二件 要跟證一下 沒有做調查 交報 那我們 譬如你去報案 是不是警察都要先查一查 先查一查 先不會說你報案 就馬上去 撿你去法庭 然後你自己去解釋 你這個大陸 是不是 總之傳媒講了什麼 他就要找你 管中文出來解釋 是 那他不解釋 就說你還沒釐清 這些事實 教育部呢 他不會先做調查 先的 譬如 剛才說的 論文抄襲事件 他不會說 我先查了一件事 真偽 他就抓了你 有人說你這樣 所以 我不拼用 就不發一個拼書給你 好了 然後 譬如說 有人說你是什麼 台灣大哥大的董事 獨立董事 你又沒有申報 又不拼用 其實 引伸到越來越多 其實在十日前左右 大家知道大陸對台有什麼位台 就是三十看正常 這個教育部居然 都有三十一個移民 管教授 但是所有的問題 都是網上傳聞來的 那這些網上傳聞 教育部 是不是應該自己去釐清 才去問別人呢 並不是說 喂 有人這樣說 是不是啊 所以 根本現在 所以 剛才我們說 這個教育部長 他說 我依法行事 你何必針對我 但是你看到這些 絕對不是依法行事 大哥 現在就有人說 喂 教育部長 哪有這麼大的能力啊 大哥 後面肯定有一隻 不說黑手 去操縱這件事 那這隻手 是誰呢 會不會是 賴清德 會不會是蔡英文 那這些 基本上 一般輿論 都排除了兩個 就是 誰牽涉去呢 就是這個 中研院 哪個 院長 院長 哪個 那其實呢 中研院長 他本來就有一隻馬 就是想著 但是你說去到 這個選輸了 中研院長的能力 就是校長選舉的影響力而已 但是你去到這個行政單位裡面的影響力 是去不到那麼遠 喂 這個人不簡單的 他姓李 李什麼春 那其實呢 就 在 昨天 羅志強 就是前 總統副秘書長 馬英九十年代 他就說 其實 這個 李軟哲 李軟哲 李軟哲是馬 李軟哲是馬 想著 來跟 管中文去 去拚 這個 台大校長 等一下再說這個問題 其實呢 就是 這個 羅志強 分手 這次 潘文忠辭職 應該反映 有兩個可能 一 就是說 上程覺得他不對 你不應該這樣卡 你不應該這樣卡 另一個可能 就是說 你沒有技巧 我換個技巧就上來 是嗎 但是其實呢 最大可能 就是 好像 謝功說 喂 小英總統 和 賴院長 覺得 你這傢伙不行 你把這個問題卡管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都搞得我 你搞 影響到 選情 你有沒有搞我 現在 台大本來就是 綠營的大本營 師生來講 大部分都是偏綠的 那你現在搞到 除了 某些 深綠那些 不撐你之外 除了部分的所謂學生代表之外 其實現在 喂 連那些淺綠教授都頂不住 大佬 你不要搞到這樣才行 就是 我是支持綠而已 我不是要你搞到這樣就算 那大家有些朋友 就會 將這個卡管的行動 就跟當年 我們香港的陳文敏 香港的陳文敏 一樣 但是 他的程度不同 陳文敏其實 因為 他那個推薦 是推薦 推薦是有權不受的 但是 一直過往來說 都沒有試過不受的 校務管理委員會 是沒有說不接受的 就是 他的角色 都是你來 因為 現在 你都還在校內 還在校內的程序 但是 管理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 這件事 其實校內的程序 已經做了 已經做了 整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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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主要去到行政單位 等於 我之前說過 等於我們香港選特首 選完之後 中央說 我滿意這個特首 所以我不任命去 麻煩你再選過 其實現在民進黨 正在做的事 和共產黨 正在做同一件事 有些朋友說 其實是不是 這個 管理委員會 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 應該出來說明一下 對 但是 也有人說回 同樣的情況 在去年 10月11月的時候 另外一間大學 也是國立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校養選舉的時候 也發生過 這件事 葛玉松校長 選這個校長的時候 其實在選前 很多人已經質疑 因為這個教授本身 是阿扁年代 已經開始做衛生處 一個局的局長 在退休之後 又回到學校教 在大學 校長選舉來說 一般 其實都明明規定 就是教授級才去選 現在這個校長 即是副教授 但這個甲部 曾經發文給學校 可以等同教授來選 即是去不夠指教授 即是去不夠指教授 等同教授 這樣都可以 其實在三月份的時候 監察院已經發文 出了糾正案 即是說 你這樣做法 不對教授 你這樣不對的 好了 在選舉過程之前 或者之後 很多人說過 喂 你一個校長 跟其中一個召集人 即是輪選委員的召集人 亦都是同一間公司的董事 跟管中文這件事完全一樣 就是這樣說 因為有些人又說 喂 你這個教育部的部長 潘文忠 喂 原來是小學校長 喂 你哪有資格做到部長 這些我們不理 因為都有人看過 因為他是小學校長 所以他對現在 整個台灣的 所謂中小學的教育 是需要一個大幅度改革 即是希望他上來 能夠改革這些東西 因為他是親身感受到 大學那些他不懂 其實中小學 其實中小學最重要 他不懂的 起碼都讀過好幾年代 他讀過 大學研究所博士 讀過不是代表 不是代表他熟習大學那些規章 那些撇開過 即是希望他能夠在中小學裡面 有一個改革 因為現在中小學的制度問題 都令到家長都頭痛 希望這個小屋校長 轉為教育部長之後 能夠有一個比較清晰一點的 本來是對的 但是過往的教育部長 在大學的那部分 其實是真的 盡量不接觸 不接觸 在我讀書年代 其實國立大學校長的身份 等同部長級 教育部長 見到這些國立大學的校長 都是恭恭敬敬的 大家是同級來看待的 在這件事來說 在卡館事件來說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他是以一個上級的身份 來看這班大學校長 搞到最近出現了什麼問題 有人說 管中文曾經在廈門大學 做過客席教授 因為他是有中研院院的院士身份 他就不可以這樣去大學教授 這個中研院院士是可以的 一個純粹是一個學術生理 他是另外的 他是台大教授 一是一個退任的官員 另外就是台大教授 中研院士 這些都有關的 因為你在院士身份 他這件事是院士無關的 純粹是退任官員 你去到對岸做教授 會不會洩露這個國家機密 有人提了質疑 教育部出來說明一下 有人說你這樣 台大代校長 寫了一封信給廈門大學 問他究竟他是什麼身份 福銜和國台辦 國台辦都出來 所以有些報紙有 國台辦都出來跟你背書 他說他還沒上過課 也都沒有接受過任何報酬 所以不算是一個搞事 他過去純粹是演講 對不居馬費的那些不算是報酬 他們的身份應該都不會領居馬費 有的 還有他們每一次去大陸的港學 其實都有報備是批准的 不是要申請的嗎 他們出去 其實有批准的 每一次都有批准 但是查一查這單新聞 查一查 整出的大陸佛 加東部長 南營台北市議員 一個候選人就說 喂 你內政部的部長 現任的內政部部長 叫什麼出名 葉俊榮 我們在網上都看到 他是浙江大學的客席教授 還真真正正受過課 跟著葉俊榮出來說 我們短情講座 跟著潘文忠出來說 他講了就是 人家台大都講了管教授 他也是短期的 你又不認 你還要人家發文 那麼多間所有學校 在台灣的學校 要查過管教授 以前任的學校 都出證明 那為什麼你不發文 台灣的大學 這個葉部長 要證明呢 是的 如果你看回 管忠敏和潘文忠 他那個學歷經歷 學歷經歷 歷練 他其實跟管教授 很接近的 很接近的 是啊 我又覺得管教授 好像略勝一籌 當然 所以變成了 你錄營 當官的 就可以去大陸教書 什麼都可以 把兩件事這樣 平衡來看 管忠文 就真的跟你 這個內政部長 一樣的做法 不要說不同 一樣的做法 管忠文就不行的 是的 或者剛才說 楊明大學的校長 一樣 其實當大家質疑的時候 這個國校長 當選的資格的時候 教育部也發文 楊明大學 你再開會 請他當選資格 楊明大學就開了一次會 同意的 對的 我們是選了去的 好 跟著呢 潘文部長 也說 不如你們再開一次會 再開一次校務會議之類 再解釋一下 好了 結果呢 楊明大學說 收到文章 收到公銜之後 我們看看是否去開會 跟著 三日後 教育部 聘用了 聘用書 都不用再開一次會了 那在今次來說 為何 大學部 在台大校長的問題上 不是跟 比照楊明大學呢 真的 真的要問一下 潘部長 問一下 這個 賴院長 小英總統才知道 小英總統和賴院長 從頭到尾對這件事 是沒有說過任何句話的 除了這個 潘部長辭職 他就說 家庭有事之外 他在這件事上 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理論上 如果一件 對社會有這麼震撼的 一個消極事件 你無論賴院長也好 蔡總統也好 你都要出來說句話 起碼賴公德 這件事 怎樣的 你們應該 快點 趕快搞定它 不要將這件事 繼續 現在 又 講一下 這兩天又 大家在面書上面 過招 今天真的過招 九陽神宮搬出來 管宇文 前兩天在Facebook上面 印用九陽真經 金融 神雕俠女 以及以天堂記裡面的 九陽真經 幾句 他說 他強 猶他強 清風 佛山江 他環 任他環 明月 照大江 神雕俠女 最後 張君寶 張三峰 被人打的時候 郭縣大師教他 你忘記了 《經》上面所說的嗎 張君寶 聽到之後 然後就跟他的內徑打傷對手 還有 然後 賴院長 他也有看茅小說 他回了一句 接著那句經文 他自恨來 他自惡 我自後真氣足 反駁管教授 管教授 去我便可以去我 那我就自己真氣足夠了 現在 管中文校長 有一個律師團隊 決定控告 控告教育部 這個不是去的團隊 這個是台大私生 幫他 幫他控告這個政府 管教授那些律師團隊 是否出動 因為你現在整個台大基本上算是停擺 因為代校長有些主意都無法責任 律師團隊是在12號中午前後去告家部長家部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說